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其實我們底下還有一個範例 就是這個Member.tst 所以待會請各位幫我把Member 在哪裡?在雲端白板 在這個的下方 我們的這個Member 請各位記得把它打開來 點兩下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請你把它怎麼樣? 下載下來 記得請你下載成tst的存文字檔 OK 比如說我下載之後的話 它會幫我儲存 我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下載這個位置 它的副檔名就是.tst 然後它檔名就是Member 存檔 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這個範例裡面就是什麼? 它一樣是中間加豆點 可是你會發現它不只一行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你一定要用 realize加s realize 讀進來就是讀到串列裡面 可是問題來了 像剛剛有同學會問說 如果我只是希望我要讀 我要其中的幾列資料 的話該怎麼處理 那以這一題來看 假設這邊總共有50個會員 那我如果只要什麼呢? 前10個會員的話 該怎麼做? 等下會講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編號姓名 編號姓名一直到手機 總共五個欄位 如果我只要其中兩個欄位 姓名跟手機就好 其他三個欄位我不要的話 該怎麼做 OK 當然你如果今天在什麼 在Excel裡面是很簡單 Ctrl C 有沒有 我們現在不是要叫你用Excel 如果用Excel的話就不用學Python了 OK 貼上有沒有 然後做什麼 資料剖析嘛 有沒有 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按照什麼? Dot點 Dot點有沒有 把它下一步 乾脆我直接蓋過好了 按完成 有沒有 就分開來了 然後呢 我要只留下前10個會員 然後後面呢 你就什麼? Delete 掉 那我只要姓名跟手機的話 就把什麼? 把這三欄的呢 刪除掉 這樣OK 但是 不是要你用Excel 如果用Excel 那不用學Python了 基本上就是同樣的事情 請你把它改成用Python來完成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需要什麼? 下載那個檔 第二個呢 去把它開起來 第三個呢 用realize 讀進來 讀完之後的話呢 再把後面不要的不讀進來 然後只留下兩欄 這地方該怎麼做 OK 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另外我把剛剛那一題分 講完好了 比如說剛剛這個地方 我們一個score有沒有 如果現在執行會出錯 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的資料 全部都是 那個所謂的那個 置串 那我變成什麼? 我需要在這邊把它轉 也許幾個方法 要不就乾脆在這邊把它做轉型 那轉型的話 特別主要我們可以怎麼? 全部 特別主要你不能說 你想說 我是不是直接什麼? 加一個 比如說我直接就是加一個imlscore 但之前有同學會想說 是不是我可以用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score等於int 然後把它刮虎起來 直接就轉了 特別主要這個方法不OK 因為這個針對單一個變數 裡面的值都OK 可是它裡面很多值 它怎麼幫你轉? 所以特別主要這個方法 不OK的話 你變成 你要做一個動作 什麼動作? 就是把它裡面的每一個資料讀出來 然後再寫回去就可以了 可是怎麼全部讀出來 你可以寫個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幾個方法 但是第一個我用range來寫 range 然後range的話 它的編號從0開始 到哪裡? 到len len就是它總共的長度 哪一個? score的長度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這樣子 0到它總共的長度 停下來 然後做什麼呢? 幫我把它轉型 轉型的話 那怎麼轉? 特別主要 很簡單 底下這個概念是OK的 只是說呢 你必須加個中國阿弧 把中國阿弧i放進來 意思說第幾個 也就是第幾個 我把第幾個轉完 轉型完之後存回去就可以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個後面的話就是怎麼樣? 轉型完再存回去 意思這個地方就是把它每一個抓出來 一個一個怎麼樣? 抓出來存回去 有沒有? 特別主要 這個這一行意思說 把它怎麼樣? 轉型完之後 再幫我存回去 所以總共有幾個就做幾次 看得懂意思吧 OK 這個前面有寫過 放回圈 好 那只要你做完這件事情之後的話 理論上應該OK 所以 當然你要怎麼判斷說 OK 我是建議你在執行之前 可以先不要先弱底下 你最簡單的方法 你知道 printer差不多OK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表示說後面應該 我要的結果也OK 所以看一下 執行一下 看懂吧 關鍵的地方 執行 沒有發現有沒有轉型成功呢? 有沒有 這個是原來的 就是這個printer 這個指的是下面這個 有沒有 它全部都幫我轉型成功了 另外當然 特別主要 如果你有int 當然比較危險一點 也就是如果你裡面全部都整數的話 是OK 可是如果其中有小數點的話 記得 你可能要改這個 另外一個 evil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evil含數的話 就是裡面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才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還建議你應該用evil OK 底下如果OK的話 其他部分 我們就可以算完了 也就不用改任何東西了 包含這些 這些應該都不用改了 用sum也OK 執行一下 看一下 你會發現 這轉完之後 底下 所以我剛剛輸入的就是有12個學生 然後950分 平均最高最低分 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部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剛剛兩個重點 第一個 請你下載 先去下載那個member 記得哦 放在雲端白板的下方這邊 記得要打開來 然後利用上面的那個 功能表列的檔案 下載 下載的話請你找到那個春文字檔 把它下載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我們待會要做就是 我如果要取得 這一個資料裡面的前10個人 還有兩個欄位的話 該怎麼做 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就是 請你把剛剛的scope 的成績本來是自串 全部轉換成整數 再存回去 串列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試一下